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想台灣的國會的性別平等 應該是算還不錯 大概有40%的女性的立法委員 原來我們是期待有1 3 所以我想說這個都會讓我們覺得 是說台灣在立法院裡面 應該是說我們的 立法委員的性別平等的這個部分 還有努力的空間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覺得 已經有一個滿意的一個比例 當然就是說在立法院裡面 女性的委員多 對於我們來說的話我們思考的點 可能會跟過去的男性委員會不太一樣 因為女性會關心的 可能是比較細微 所以她除了大方向的關心之外 她對於這個小的方向 她也會非常的在意 所以在女性的參與裡面 我會看到女性在立法院的表現 會讓更多的人覺得 婦女當立法委員其實還滿親切的 而且也比較能夠 跟選民比較近距離地做接觸 因為在台灣的立法委員裡面呢 是有一部分是屬於部分區的 因為我們的部分區的立法委員 基本上它就是50% 50% 性別比例就是各半 那所以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說如果是說要實際上的參選的話 其實我會看到女性還是有她的困難的地方 包括她可能她在她的選區的服務 她本身要競選的一個經費 甚至她要建構她的人脈 她可能要長期做經營 如果是說女性她在做選舉的 成為一個立法委員的話 我相信我們就變成是希望我們的更基層的 包括我們的市議員 包括我們的鄉鎮代表 她都能夠有比較多的女性 那這樣子她等於是說 她可以慢慢的栽培 然後她就可以成為一個立法委員 這樣子的等級的參選 所以呢我想就是說 我們在立法院的區域的立法委員裡面來說 她其實還是有很大的一個努力的空間 所以呢我們也許可以再做更多的宣導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再做一些的 政策上面的一些的規範